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签订条约 下面讲第二个小问题 整军金武 那块慎密的一个表现 整军金武 那么整军金武 它主要是就对内而言 这种签订条约 是对外而言 一个是对外 来签订条约 是中外相安 一个是对内 进行整军金武 增强自己的实力 练好内功 那么这个整军金武的情况 那么很多学术人 这个史学界 对于这个问题 那么没有做一些深入的研究 那么他们根据一条史料 说这清政府 在鸦片战争之后 很快就沉寂下来了 那么这条史料 是这样讲的 这条史料说 合议之后 就是中外议和之后 前顶南京条约之后 都门 北京 都门 仍赴田喜 大有 予过忘雷之意 好 沙巴忘了 痛了 予过忘雷 说海江之事 转喉 触会 绝口不提 人们不再提中外之间的这些问题了 继 查访 九四之中 大叔 免谈 时事 四字 大叔 写着 免谈 时事 这么四个字 那么大部分的中国的近代史的 一些著作和论文 就以这条史料为根据 来论证 说清政府在亚洲战争之后 再次沉溺于清澄大国的迷梦 不思来振作有为 那么对于这个说法 那么我是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事实上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以后的若干年之内 那么清政府对于中国为什么在鸦片战争当中遭到失败 那么再进行探讨 探讨中国在鸦片战争当中失败的原因 那么同时另外一方面 那么开始做整军兴武的准备 是吧 做了一些整军兴武的准备 那么鸦片战争以后 清朝统治者对于中国的失败的原因 提出了各种看法 五花八门 一边是假 有的人说 清政府为什么失败了 说清政府失败 就是因为中国内部有很多汉奸 是吧 做这个英军的向导 带领了英军抄袭清军的后路 所以导致了清军的失败 那么这是一个说法 那么还有的说法 就是在鸦片战争的时候 清政府的官府和民众之间和百姓之间矛盾很尖锐 那么关于这个说法呢 我以后还会谈到 那么捡到官民矛盾尖锐 导致清政府的失败 那么但是在当时最流行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说法 就是清军 清政府为什么在鸦片战争当中烧的失败 一个最流行的说法 就是英国人依靠着他的炮力船间 武器先进 是吧 是一发没油尽致 他的武器非常的精良 炮得很猛烈 说清军的这个水陆官兵 说这些人本来是很忠勇的 作战也很勇敢 也很忠于朝廷 但是呢 无如器界未经 自己的武器不如人 镇朴交而身遭挫折 将士文而胆怯 就是自己的武器不如人 英国人是新式的武器枪炮 是吧 清军呢 只是大刀长矛 弓箭 那么从英军还没有打交手仗 是吧 自己就被英军 是吧 射来的这个枪弹呢 打中了 因此这个将士呢 这个文尔胆怯 他说中国之所以屡致溃败者 事事然以 这个形势造成的 中国的武器不如人 那么这是在亚非战争之后啊 一种最流行的一种说法 那么这种说法的一个核心问题 就是中国之败是败于武器的落后 那么中国的武器落后 的确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当中 遭到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但是它不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那么更不是一个唯一的原因 那么就说 中国武器落后导致中国失败 那么这种说法 虽然是片面的 那么但是在整个当时的清朝统治基金 内部而言这个说法是带有普遍性的 颇有视察 那么关于这个中国的武器落后 那么这个说法 在道光皇帝的一个上语当中 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表述 就除了这清朝统治基金的官员之外 那么道光皇帝的上语当中 也是非常明确的说到了这一点 1842年7月21号 道光皇帝给这个敏浙月等省官员 就是东南沿海一带的总督群府 发了一个上语 那么在这个上语当中 道光皇帝对于中国在鸦片战争当中 失败的这个经验教训 做了一个总结 做了一个总结 那么这个上语的说 说英国人之所以在海上横行 是吧 在中国 那么这个横行无阻 完全是依靠着他的船间炮力 他说之所以英国人这么猖狂 就是由于中国的狮船 中国的水狮船 是大小悬殊不能相敌 中国水狮的船很小 不能够从英国来进行对抗 他说正因如此 他说朕屡将遇止 我多次颁布遇止 要求各个地方的总督群府 是吧 但为路首之际 勿于海上争锋 是吧 我们要扬长避短 我们的水师不如他 那么我们是在陆地上 同他进行战争 但为路首之际 勿于海上交锋 他说但是呢 鸦片战争打了两年 我这个设想 就是弹为路首之际 勿于海上争锋 这个设想遭到了失败了 为什么遭到失败呢 就是推援旗顾 我们看一下原因 什么呢 是由于清政府 无巨舰水师 与之接战 我们没有大的船 同他在海上来这个作战 说旗来不可拒 而其去不能追 英军来了 我们没有办法抵军 他逃跑了 我们没有办法追 他说这样呢 就造成了原来我们的一个设想 就 就是这个落空了 原来的设想 就没有能够达到一些效果 原来设想什么呢 加工埋伏 超弦西后 是吧 原来是这样设想 他说 由于我们这个船只 我们的水师不够 没有办法从英国作战 我们原来的设想 那么也遭到了失败 那么 鉴于这种形式 是吧 清政府在这个时候颁发上誉 就要求沿海的各个省的总督巡抚 要制造大号战船 多安炮卫 要造大战船 多安火炮 那么达到一个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就是要夺其力量 堪与逆移海上接战 就说考虑一下 他能够与英国人 与英国的海军 那么在海面上来进行对抗 要达到这么一个程度 那么他讲 他说如果清政府 能够建立起一只强大的水师 这样做就可以上之足前丑类 刺意不施伪 伪追牵制之计 建立起一只强大的水师 是吧 那么上册 最好的办法 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海上就把英国人歼灭 租牵丑类 说最次下册 也不施伪 伪追之计 可以牵制英军 使得他不至于完全取得制海权 是吧 到处横行 那么他说 清政府一旦建立起了 这么一只强大的海军 如果英国人再次群裂中国的话 我陆兵战于前 水师战于后 该宜将无所逃命 那么我们就可以彻底的打败英国人了 那么这是在1842年 道光皇帝对于鸦片战争失败 这个原因做了这么一个总结 那么正是基于这么一个认识 那么在1842年的10月26号 清政府就再次颁发上誉 道光皇帝再次颁发上誉 就命令沿海的各个省的将军 巡抚 总督 督统 那么必须要把鸦片战争之后 种种善后事宜 妥聚章程济奏 鸦片战争结束了 从外国签订条约了 但是事情没有完 各个省的总督巡抚将军 都统衙门 这个都统 是吧 都必须把这个善后的事情 要好好讲求一下 然后写一个章程 那么向我上报 上报给清朝廷 妥卑章程巨奏 那么在道光皇帝的这种要求之下 清朝的君臣 那么就开始大谈 怎么样整军精武了 像他们讲 说总以造船制炮为要 练兵造船乃当务之急 是吧 当以训练兵丁为第一要务 休明武备 实为第一要务 等等 那么他们都是强调什么呢 就是清政府 从此以后要整军精武 是吧 要增强自己的这个军事实力 那么这样 从中央朝廷 到地方的各个省 是吧 那么就掀起了一场规模不算大 但是规模也不算很小的 这么一个整军精武的风潮 那么这样 就是东南沿海一带的 这个都府 纷纷的是择要涉嫌 就是看哪些地方很显要 是吧 来派兵把守 天柱炮位 是吧 来巩固江海之方 那么可以说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后 是做了一个亡羊补牢之举 是吧 亡羊补牢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中央地方 是吧 各省各地 是八星过海 各显其能 那么也就是说 在鸦片战争之后 清政府曾经出现过这么一次 整军精武 休明五倍的 这么一次风潮 那么颇有一些 要重振国威的 这么一个新的气象 那么在清政府 整军精武的风潮当中 那么有一些 是仿照着西方的方法 是吧 来制造火器 那么向西方学习 制造火器 你比方讲 像广东 制造了一种 叫做末盘炮架 那么这个末盘炮架 它在放炮的时候 它不是固定的 可以左右的旋转 是吧 那么它的射击的范围 那么就扩大了 那么这是一种 对于这个炮的一种改良 因为原来 清政府的炮 都是固定在船上 固定在海岸上 这个炮 是不能够左右旋转的 那么它这个射击的范围 那么是很受局限 是吧 那么广东设计了 这个末盘炮架 那么还有一个人 叫做高邦哲 他又仿照着陆地上 这个地雷 制造了一个东西 叫做水中炸炮 那么这个水中炸炮 据史料记载 说这威力很大 那么这个爆炸的半径 他说是一里左右 一里是相当于500米 那么按照史料记载 说这个炸炮 这个炸炮 水中炸炮呢 威力很大 那么他呢 即使在这个半里之内 250米当中 这个范围里边 炸碎的这些蛋片 是纵横节道 纵横节道 面积很大 说是众船伤船 众人伤人 威力很大 搞了一个新的武器 那么实际上 这个水中炸炮呢 使用起来是非常不方便 那么但是当时 道光皇帝 接到了一个奏报 说研制了一个 新的水中炸炮 道光皇帝非常高兴 那么在这奏折当中 就做了一个批示 这批示讲 说这个所制甚好 制造的水中炸炮很好 仍着妥为收处 不可声张 就不要声张 不要让外国人知道 那么他把这水中炸炮呢 看成是一个抵抗英国侵略的 一个秘密武器 那么另外 还有一些人 是吧 那么这改良了中国的火药 是吧 按照西方的方法 制造了新的火药 那么还有的人 开始制造火轮船 还有的人 制造新式水雷等等 那么这是一部分人 那么向西方学习 制造一些新的 这个武器 那么当然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有一些清政府的官员 他是回过头来 是吧 在中国的传统武库当中 寻找质疑的利器 怎么样来对付外国人 发现这新的武器 你比方讲 有的人提出来 怎么样抵抗外国侵略 说采取啊 用竹子 或者用藤 编楼 在楼里边呢 装上石头 把这个石头呢 沉到这个河口 堵塞河口 不让这个英国的船呢 进河 那么或者进入中国河口的 这个英国船 抛塞了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石头之后 使英国船呢 不能够再回到大海里面去 那么提出这么一种 这个办法 那么还有的人提出来 是吧 就是清军呢 这个通信很落后 是吧 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 按照中国古代的办法 设立各种这种 烽火台 敦台 是吧 如果说外国人 是吧 在这个海上来了 那么怎么呢 就是设置一些敦台 来这个互通消息 如果发现敌船来了 是骤则放炮为号 夜则失火为号 白天放炮 一放炮 船的很远 就知道 有警了 英国人来了 晚上 则是点火 来传递消息 那么也是说 他们在这个 整军金武风潮当中 有些人是回过头来 是吧 在中国传统武库当中 寻找在 这个对付外国人的武器 那么可以说 那是五花八门 土阳病局 那么清政府官员的 上述的这种种的设想 它的利弊成效怎么样 在这我们不去做判断 我们不去做论说 那么但是有一点 它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甭管是向西方学习 还是向中国的传统武库当中 寻找新的武器 是吧 它的目的是明确的 那么希望呢 什么呢 就希望达到 战船不拘大小 物在兼顾 炮械不拘明色 物取精良 物使兵变 军能用命 器械全数适用 平时不忘战备 临时不置张皇 他们希望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那么清军 在这个整军经武的同时 那么也开始注意 这个清军的基本的战斗素质 基本的战斗技能的这种培养和训练 就是开始注意清军的 基本战斗素质 基本的作战方法 战斗技能 开始这些方面的训练 开始加强了 那么在这个1842年12月 山东的巡抚叫做托魂部 那么他就上了一个 善后章城八条 不是大国皇帝 要求各个地方的总督巡抚 是吧 要把这个统一章城 是吧 善后章城要聚奏 那么图文部 就是写了一个 善后章城八条 那么在这个八条当中 他就指出了一个问题 他说 以前清军的陆军 选拔将领的时候 只是重视他的马步舰 骑马怎么样 射箭怎么样 说这个清军的水师 在提拔将领的时候 是看他是不是善于浮水 是不是善于游泳 会游泳的 那么可以做清军的将领 那么他说 现在情况不一样 情势大变 那么这个清军的筹备海防 应该守众军火 守众军火 就是要懂得这个火器的运用 他说以后再提拔清军的将领 水师的将领 要以骑射可观 骑马射箭 还可以 是吧 而又能够奸袭大炮者为上等 骑马射箭不错 起码射箭不错 又能够释放火器 释放大炮 不能够专以弓箭为能 那么因此他认为 以后在训练水师的降变的时候 要让这些水师的将领 在船上要放炮 是吧 要捡炮 他认为 对于水师冰丁的这种考试 应该以他们是否能够熟练的 来操演 这个火炮 以这个为主 而不再是 这个骑马射箭怎么样 这是托魂部 在1842年提出来 就是要改变清军的将士 这个战斗的技能 感谢观看